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恩典 带领我们今天继续有机会 来学习祂的话语 我们在学习之前 我们来做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是我们人生当中 最宝贵的救助 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安慰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感谢神 借着你自己的大能 来建立了我们之间教会 读信圣经 张老会正式名堂 在这二十年来 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祝福 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即使当我们在遭遇 狂风暴雨 在遭遇各种各样艰难痛苦的时候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心 是何等的软弱 我们的信心 是何等的微小 但是神 神祢的话也给我们肯定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祷告 求神祢能够来鼓励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的心在株里面能够得到力量 得到安慰和帮助 神啊也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在各样环境 试炼和磨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眼睛 都能够淡淡地仰望 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助 不要因为人 不要因为我们熟悉的朋友 和各样周围的这些 事情 各样的言语 各样的声音 和各样的信息 来搅扰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祷告 祈祢保守 弟兄姐妹的信心 在耶稣里面能够稳定 除去那魔鬼和恶者的搅扰 魔鬼会不甘心 因为祂找机会 祂找每一个机会来败坏 来伤害弟兄姐妹的信心 来拆毁他们的信仰 主啊 我们真的祷告 求祢怜悯 饶恕我们人的过犯 祝祢 在这个特别需要的时候 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的心 在耶稣里面能够平静安稳 主啊 你也能够安慰那些 因为某些状况 或者教会的事情 这段时间 没有办法来到教堂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他们 直到圣女 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 你也知道他们的创伤和伤害 我们祷告主啊 你是我们灵魂的牧者 求你亲自牧养他们 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圣灵的感动 让他们的心 在基督里面 能够得到抚慰 得到医治 主啊 主啊 最小的一只羊 你都爱 最小的一只羊 你都顾 我们祷告 主啊 请你供应我们的教会 每一只羊 把他们带回到 主的家里面 把他们带回到主的教会 一起来崇拜 一起来敬拜 主啊 帮助我们能够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基督的标杆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仰望的也不是人 而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的信心 怎么能够不兼顾呢 主啊 我们祷告 把接下来我们要学习 你话语的时间 也都交错给你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来聆听你的话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 温柔 预备的心 来接受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向你仰望 也求你怜悯和洁净我们 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 132篇 诗篇的132 132篇 那找到这篇经文 我们会一起来读一下 这段经文 诗篇 132篇 好 我来读给大家 上行之事 第一节 耶和华 请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 我避不尽我的帐幕 也不上我的床榻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盾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我们听说约柜在依法他 我们在基地一灵就寻见了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 在他脚凳前下拜 耶和华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 同入安息之所 愿你的祭司 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名 欢呼 求你 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 不要 厌弃你的受高者 耶和卫 也和华 向大卫 拼诚实 起了事 必不反复 说 我要使你所生的 坐在你的宝座上 你的众子 若守我的约 和我所教训 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 必永远 坐在你的宝座上 因为耶和华 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说 这是我永远 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 丰满 使其中的穷人 饱足 我要使祭司 披上救恩 圣名 大声欢呼 我要叫大卫的脚 在那里发声 我为我的受高者 预备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 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 要在头上发光 阿们 愿神赐福 他自己 完美 宝贵无物的话 在这一篇 《王者的诗篇》里面 其实向我们 传达两个部分的信息 第一个部分 是祈求耶和华来纪念 他的仆人大卫 把约会 要运回到耶路撒冷 这样一股热心 以及他渴望 来建立耶和华的圣所 他的居所 也就是圣殿 第二部分呢 谈到耶和华的回应 回应耶和华 对大卫的应许 和祝福 一定会成就 你发现很奇妙的事情 当大卫 他立定心 只说 神啊 我要为你建立一座 坚固的居所 荣耀的居所 结果上帝说什么 上帝说 不是你为我建立极所 是什么 是我为你建立家屎 当然英文是这样 就是说 大卫想了 就是 建立一个家给上帝 但上帝说 你搞错了 是什么 是我给你建立一个家 你知道吗 当然上帝给大卫建立这个家 他不只是大卫他自己 而是他的王朝 他的王权 他的王位 要世世代代 也预示着万王之王 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根 基督也要从他出来 没有比这更大的应许和祝福了 大家如果读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最近 如果你有跟着我们学习的话 你发现 在所有众多的上行之识 所有的上行之识当中 基本上是从120篇开始 120篇 一直到132 中12篇上行之识 前面的其实很多都是非常短的 非常短的 有的只有三节 但最后一篇 132篇 是最长的一篇 因为在这里表达了 其实人与神之间的一个联合 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他的心中 充满了上帝的旨意 充满了上帝的同在 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你发现 其实非常为难的宝贵 其实在上一篇 就像在这个131篇 我们学到大卫那颗 谦卑的心 他说什么 他说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甘心 你能看到 他的心真的很平静 安稳在主的里面 就好像端着奶的婴孩 在妈妈的怀中 那一封平静 那一封安详 那一封舒服 但紧接着到了下一篇 就132 今天我们学这一篇呢 你发现呢 大卫好像突然变了 他竟然胆敢怎样呢 要建造一个 自大宏伟荣耀的圣殿 给上帝 他不是说 这个重大测不透的事 我不敢行 但是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呢 他就在 绞尽脑汁 用尽心思 非常强烈的心 要去建造 是不是互相矛盾呢 其实不矛盾的 这个第131篇呢 表达了这个大卫 在一个 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 他内心呢 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 不知道什么是什么非 不知道 有些事情 他该不该 他就说什么 主啊 有些测不透的 我不敢去信 免得我得罪你 那今天这也是 对教会有个提醒的 有些在教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们并不一定 看得到 全部的这个真相 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 我们就觉得 我知道了这个真相 我就抓住不要放 不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我们应该有像大卫一样的心 有些事情我们不确定 我们教徒给主 我们谦卑的 来继续仰望 信靠 跟随他 到了时间 他会向你写明他的旨意 让你知道为什么 你记住 上帝不会做错事 他的教会 他负责任 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人 是上帝的 你知道吗 即使在古代 就好像那个 巴比伦帝国 他建立这样一个 尼布加尼萨 建立一个伟大的 巴比伦帝国 到最后上帝说什么 这个尼布加尼萨 也不过是 上帝手中的 一个工具而已 对不对 国家 民族 这是教会 听见没 特别是像教会 这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里可能 不管不顾的 特别是 你好好想想 这二十年来 上帝怎么一步一步 带领我们走过来 如果没有上帝的同裁 怎么可能走到今天 对不对 有时候人会软弱 有时候人会失败 但上帝绝对不会失败 他也不会犯罪 所以基础求生 帮助我们的信 能够继续的信靠住 不要因为环境去跌倒 不要因为一些人 动荡不安 或者有些人离开了 我心里也是 飘在那边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 只有你的心在主里面 你会怎样 平静安稳 知道吗 就是帮助我们的心 在耶稣里面 能够平静安稳 一方面是平静安稳的谦卑 另一方面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 继续为主做工的心 就像大卫在这个132篇 描绘到 他想要为耶和华 寻得居所 为雅各的大能者 寻找一个居住的所在 一个谦卑的人不是说 他不做事 他不仅做事 而且还要想为神 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他 所以你看到 其实大卫的生命 他已经被 被上帝所磨裂 所破碎 所挤压 所这种修造 达到一个这样 真正跟上帝的关系 非常的亲近 以至于神说什么 这个人呢 是一个和我心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就好像 这个很懂神的心 神的心就在 他的心里面一样 所以感谢主 真的是在大卫的生命当中 太多让我们 应该学习的地方 你知道吗 包括他对 对待这个 人生的一路的经历里面 他对待这个扫落的时候 他是怎样 肯做的 他对待他的儿子 压沙龙背叛的时候 他又是怎么做的 他对待外邦人的 攻击的时候 那种欺压 逼迫的时候 他还是怎么做的 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他又是怎么做的 主啊 真的是 让丘主 开我们的眼 知道吗 好像那个 见证如做云彩一样 围绕着我们 让我们开开眼睛 我们就能看到 该怎么办 他停留在 我们自己的思想 挣扎 那种 怨恨 那种埋怨 好像 这个 那个 这个 这个都不好 其实 有些时候 可能这正是对我们 信心的一个考验 看我们的心 是不是扎根在 基督里面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 学习 神的仆人 大卫 他在 侍奉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一心 坚定在 主的里面 渴望 神的旨意成就 就像我们谈过的 就像在那个 约伯地第四十二章 第二节 约伯怎么说 他说 他的 神的旨意 人不能拦阻 不能拦阻 没有人可以拦阻的 弟兄姐妹 知道吗 大卫有这样一颗心 非常 密域被好 听从尾声 来 跟着主 主让他停 他就安静地等候 主让他去做 他就尽心尽力去做 主不允许他去建殿 他没有埋言 他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去建圣殿 你知道我多爱你吗 你知道我多忠心吗 你知道我为你做了多少工作吗 他没有说 放弃你 不要我建殿 好嘞 我就不管了 剩下的事情 你们全部做了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下经文 在历代之上 二十八章第二节 我们先看 神不允许他建造圣殿的第一部分 我们先看他这个 撒末尔迹象 七章五十五节 撒末尔迹象 第七章 我们先看他这个 第五节 三番信下的七章第五节 在这里你看神对这个先知拿单 说什么呀 本来大卫想要建造圣殿 他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这个皇宫当中 你看上帝的约会怎么在曼子里面 那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爱上帝的心 然后他想要建造圣殿 拿单说可以找你的心意去做吧 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结果当天晚上耶和华就对先知拿单说什么 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耶和卫如此说 你岂可建造殿与给我居住呢 直接是说否定了大卫 你不可以 不让大卫去建造圣殿 那大卫的反应是什么 神啊你看我一枪热血 我这么有热心 我要帮你建圣殿 你怎么不领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不要我建 放弃 不要建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怎样怎样了 大卫没有这样子 你看大卫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另外一处的经文 历代之上 二十八章 历代之上 二十八章 第二节 这里说 大卫王就站起来说 我弟兄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听我言 我心里本想建造殿与 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作为我神的脚凳 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虽然第三节 神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与 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 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 你就会发现 其实当上帝拒绝大卫的时候 说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 这样的答案也说了 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 因为大卫真的是一个 九军战场的一个人 说打过很多打了战争 杀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上帝不允许他来建 大卫没有灰心 大卫比如说 你不让我建的 我就不管了 他继续他说什么 他把所有建造圣殿预备的材料 全部都准备好了 因为神选择了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来建造圣殿 他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然后当所罗门一计位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大卫没有放弃的 你知道吗 大卫真的是坐在神的心意之上 非常非常的好 从视频当中我们看到 真的是大卫对神的一个 深深的爱 不管遇到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 都坚定的依靠主 相信主 侍奉主 爱主 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信仰的是谁 你跟从的是谁 是耶稣基督吗 还是某一个人 只要你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是对的 你真的是跟主的 主自然会祝福你 但反过来 你以为你是跟主的 你以为你是为了主的 但实际上不是的话 到最后上帝会让你看见的一个事实 这就是帮助我们 不要坚持我们自己 谦卑下来 听主的话语 他能真正的蒙福的 有些时候像大卫一样 人并不理解他所做的 很多人不赞争 很多人反对 但在大卫的生命当中 他仍然坚定的依靠 跟随这位主 在这个诗篇当中 他也记载 但诗篇的作者 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也许是他的儿子所罗门 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但是在回顾大卫的生命当中 很多的事情 你看那个第一节目 谈到耶和华 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 一切苦难 我觉得这个道卫非常好 在大卫一生当中 侍奉主他也是 有成功有失败 在他的人生 有很多的污点 年轻的时候他犯过淫乱 犯过谋杀的罪 到年老的时候 他又犯了什么 书店民属骄傲的罪 导致瘟疫 临到一次的很多很多的灾难 发生 但是有一件事 你不能够否定 那就是大卫坚持对主的信仰 也为主 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 他的心 在主的里面 是非常坚定的 是毫不动摇的 所以不管人怎样去看待 最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被耶和华所 纪念 联名 和帮助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在 主的里面 追求说 不管这个世界 怎样看待 怎样对待 但是我们呢 在 耶和华里面是 坚定的 大卫他也是一个 真心爱助的一个人 他挂念神的事情 远远超过 自己的事情 非常非常想要寻找 为耶和华寻找一个 稳固 坚定 荣耀的局所 他跟哈盖那个时候不一样 先知哈盖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的这个 犹太人呢 他们从巴比伦 归回到他们的故乡 耶路撒冷 然后神的这个 命令 拆开他们 回到耶路撒冷 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建造圣殿 重建圣殿 那已经被拆毁了 是吧 回去之后 第一件事情 重建圣殿 但结果他们做的是什么 个人住在天花板的房屋 一直说 时间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 为什么 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说 没有到时间 是根本就不想 他们只是 也就只看到了自己的房屋 根本就没有想到 见到耶和华的店 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只是顾到我们自己的感受 我的情绪 我的想法 我的益处 我的家庭 我 还是你把上帝放在了第一位 一个基督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应该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把我放在第二位 第三位 放最后的位置 你知道吗 一个真正经位主的人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 不管遇到怎样的波折 他的心在基督里面是坚定的 你的心在基督里坚定吗 我祷告主 你要坚定 你要坚定 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里面 所记载的 大卫所说的 他求你纪念 这个就是这个诗人说 求你纪念大卫所说的一切苦难 并且呢 神经说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悦 启示 许悦 这不是一般情况 一般上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这个 只有什么重大情况下 我们在启示 对吧 发誓 说明大卫啊 把为耶和华 这个寻找和建立 圣索 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严肃的事情 不是为了自己的家 不是为了自己的房子 完全都是为了主 以至于他说什么 你看第三节 说我避不进我的帐户 也不上我的床 这个帐户就是形容 他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家 他说神啊 如果我没有为你找到 合适的居所 我就不愿意回家 甚至呢 他说 我都不要上我的床 就是我不要睡 我不要去床上睡觉 一心想要为主建圣殿 后面他进一步 往下第四节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盾 我不睡觉 我不把神里的圣殿建好 我就不睡觉 他跟那些 跟哈盖一起回来的那些人 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都是先建自己的房屋 把上帝的工作扔在一边 而大卫相反的 大卫一心想要建造一个好的殿 而自己的殿无所谓 他是一个真正把主的事 放在自己的事情前面 上面的一个人 修处帮助我们能够续习 当然 大卫这种表达方式 你不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 第五就是 知道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就知道跟上帝找到这个居住的地方 帮上帝来建造这个圣殿 我才可以 回到我的这个帐幕 然后躺在我的床榻 然后我才可以闭眼睛 才可以睡觉 实际上其实大卫一生都没有 建造起来圣殿 他只是用这种 诗歌的表达方式 甚至有点夸张的形式 来表达内心 对上帝的这种重视 对为神建造圣殿 他多么在乎 多么在意这个事情 多么重要的事情 你能看到他真的是内心结尼 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难题 什么拦阻 我都想要为主做工 我都想要为主建圣殿 那今天在教会也是 我们应该学习大卫 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拦阻 不要遇到一点风浪 遇到拦阻 遇到一些事情 我就退后 我就放弃 我就不管了 不是这样子 听众姐妹 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侍奉 我每一个信徒 既然被呼召 我们要服侍主的 我们在主的家里 我们要祷告说主啊 在哪些地方 我可以服侍你 你要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工作 不要停留和那种 长时间的 把自己的思想 停留在那样一个痛苦的 一个伤害的一个 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要里面出来 你发现很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即使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 它是神的心意吗 大卫为耶和华建圣殿 是神的心意吗 答案很明显 不是 因为上帝已经跟大卫说了 我不要你为我建圣殿 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在圣经当中 我 我很少发现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 大卫想做 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但却讨上帝喜悦 就是不合上帝旨意 大卫建圣殿 这个事情合神旨意吗 不合神的旨意 但圣殿很喜悦 为什么 因为大卫的心是对的 大卫的心是为了主的 那虽然建圣殿 这个事情不对 因为不应该大卫建 大卫的时候 沾满了心血 但大卫想要建圣殿 这个事情呢 上帝非常的喜欢 不仅喜欢 有机会 你可以这个系统 读一下这个 沙满尔迹下的第七章 六章 七章 里面所记载到 有关于这个 上帝听到 大卫 对心智拿弹说 想要建圣殿 大卫很高兴 上帝很高兴 上帝旦不同意他建 但是祝福他 很大很大的祝福 你知道吗 所以很奇妙 有些时候 只要我们内心 是真诚为主的 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没有 坐在主的心意之上 有时候我们 甚至可能做错了 但上帝会喜悦 你明白吗 就像这个大卫一样 他想建圣殿 不合神的旨意啊 但他 这样一个心 这样一种想法 上帝很喜悦 上帝祝福了他 知道吗 只要我们愿意 真诚为主去做 也定讨主的喜悦 这种心被上帝已经接纳了 你知道吗 上帝 帮大卫 建立了他自己的家世 他的国度和王权 世世代代的 你其实当大卫 想要把这个约路柜 带到耶路撒冷 想要在耶路撒冷 建造一个大的圣殿 目的是什么 不单单只是为了 外在的一些因素 其实你发现 这个大卫 他早就可以用 以福德来求问神 你看在这个撒末尔记上 二十三章都已经记载 那个说 没有约路柜 他已经用以福德 就是救约 一些物件 一些上帝所 给这个 以色列人所 在会幕当中 一些神圣的东西 像以福德 这个祭祀有时候 会使用到的一个物件 大卫就可以借着 以福德的方式 来求问神 上帝的旨意 可以祷告 但是他想要把约路柜 印到耶路撒冷 其实不是为了 更方便求问神 他早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也不是为了 增加政治影响力 而是为了 为上帝 寻找一个 安息之所 换句话说 他的心完全是为他主 不是为自己 他所爱慕的不是恩典 而是赐恩典的神 他所追求的 不是满足自己 而是满足上帝 他希望上帝喜悦 他希望荣耀他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第六节 里面谈到说 我们听说约跪在 以法他 我们在激烈耶灵 就寻见了 他听说约跪在 以法他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约跪 象征着耶和华的 同在 或者耶和华的所在 然后谈到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在旧约的时候呢 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犯罪堕落败坏 然后跟这个 非力士人打仗的时候 他们以为说 把约跪带到战场上 上帝跟他们同在 就可以打败非力士人 但事实相反 他们即使把约跪 带到了这个战场当中 不仅没有成功 而且失败的 更加严重 一直到最后呢 这个非力士人 把以色列人的约跪 都辱去 都抓走 带到了那个 非力士这个国家 当然了 他这个 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国家 他们把约跪带过去 也不是祝福的 就好像一个人 如果不信耶稣 你读圣经读再多遍 也不是祝福 没有用的 因为你读的没有信息 读的没有胜利 只不过是一本普通的书 是定理罪的书 而认罪悔改 那圣经就是你的祝福了 那这个约跪到达了 非力士之后呢 他放在这个城市 把这个城市遭殃 放在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城市 又得瘟疫和疾病 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你发现他们根本 处理不了 很多不了 你知道吗 万君之夜话的约跪 哪是你们这些外邦人 可以的 对不对 以至于他们在最后呢 要把约跪在乖乖的归还给以色列 然后归还给以色列之后呢 就放在了激烈耶鲤 这个地方 放了很久的时间 直到大卫呢 他想要把约跪 带回到 耶路撒冷去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 扫罗呢 他并不看重神的同在 所以 也不关心约跪 从来没有在约跪前 求问神 扫罗坐网多少年 四十年 四十年坐网 温温的坐以色列网 他从来不在乎 耶和华的约跪 但大卫不同 大卫爱慕上帝的同在 所以一旦国家稳定 首先想到的 就是为雅各的大能者 寻得居所 他希望 来高举上帝 来尊重上帝 荣耀上帝 你知道吗 借着这样的一个约跪 让众人的心 看到这个耶和华的 这个同在 恩典和大能 让人心都归向主 他把敬拜上帝 你看那个后面他提到 在七节 他说我们要 敬他的居所 在他脚灯前 下拜 要敬他的居所 当然 即使把约跪运到 耶路撒冷 大卫也没有建造一个 圣殿 因为上帝不允许 只不过是一个 那种 暂时性的会幕 就好像在旷野那时候一样 但大卫希望 只要把约跪运过来 我们可以进到 这个圣所当中 来敬拜 进到居所里面 来敬拜 在他脚灯前 下拜 你看到大卫 他不希望是一种 这种 Zoom 或者是一种 Online 好像这种 这样一种崇拜方式 真正的敬拜 应该是 应该是实体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教会 在疫情之后 我们恢复了实体的敬拜 现在你是不是 还在家里敬拜住 上帝希望我们可以实体 你看圣经里面 怎么讲的聚会 你们不可停止 聚会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聚会的 不是说 你看在家里面 拿着一个 这个电子设备 手机 或者电脑 或者平板 或者电视 这样一个方式 来敬拜 这是什么 被逼无奈 没有办法的时候 下策 知道吗 但这绝对不是 合成心意的 这个敬拜 现在我们可以 恢复实体的 因为来到教堂里面 来到教会里面 不要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 停止关来的人 这是上级的教导 继续来聚会 继续来敬拜 继续来到教堂里面 来崇拜主 弟兄姐妹 互相可以见面 互相可以交谈 互相可以鼓励和建造的 教神帮我们 能学习大胃炎 你看他的心 放下偏见和不满 放下我们内心的 这些伤害 主自然会安慰我们 如果我们抓着不放 我们只会受伤更多 我们祷告说 祝耶和华 求你兴起 求你兴起 就像诗人所说的 第八节 耶和华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 同入安息之所 在摩西时代 每逢约柜 他们就是在旷野 他们四十年飘杂 每逢起来 他们约柜要起 起来 起行 就他们这个来 扛着约柜要前行的时候 他们都会做这样的祷告 祝耶和华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 同入安息之所 安息之所 我们知道 旷野时代 那个人飘荡的时候 会幕 或者有时候叫做帐幕 那是约柜所居住的地方 所放的一个地方 但当他们到达迦南地之后 会幕 那个约柜要从会幕 要转移到圣殿 当然是在所罗门 见到圣殿之后 约柜就放进了圣殿里面 他打告说 愿你的祭司 披上功力 祭司有功力吗 没有 唯有耶稣基督有功力 最伟大的祭司 能够披戴在 神仆人身上 圣名欢呼 大卫第一次迎接约柜的时候 其实是错的 你知道吗 因为方是错的 他用牛车 用这种 没有用过的牛和这个牛车 来拉这个约柜 这是外邦人的方式 所以最后呢 失败了 但他经过三个月之后呢 他谦卑的按着明白 可能他后来去查稿圣经的时候 他学到了 才发现 原来约柜用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静止用肩膀来抬 而不是说用牛车来拉 不要向外邦人学习 他会改之后呢 上帝非常的喜悦 把月轨运到了耶路撒冷 你发现百姓高兴欢呼的迎接上帝的夜轨 进入耶路撒冷 第十节他说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 不要厌弃 你都受告证 所以你看历史历代的 以色列人没有忘记上帝给大卫的应许 知道吗 上帝应许给大卫的国度和王权 是永远的 所有的受告证 所有大卫的后裔 继承王位的 在就职的时候呢 都要献上这样的祷告 说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 不要厌弃你的受告证 耶路撒向大卫 凭诚实起了誓 必不反复 说我要使你所生的 坐在你的宝座上 耶路撒向什么 向大卫起誓 不可思议 神的话 神说什么 誓就是说誓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会出现那恶者 在上帝自己 除了说誓之外 还启示 哦 你真的 你知道多么不可思议吗 就是为了强调说 我向大卫你所说的话呢 为了让你 大卫 那神那边 是完全没有为你肯定 是人那边 为了让大卫你和你的后代 能够肯定说 我所说的话 一定成就 我用启示的方式 绝不会违背 他自己所立下的誓言 神不会出而返而的 所以可以坚定 大卫的宝座 世世代代 那个直到那个最后 大卫最伟大的后裔 耶稣基督 那个万望之王 来坐在永远的宝座之上 来赐给人类 永远的公义 永远的和平 永远的平安 永远的救赎 只有在基督里面 当然上帝赐福大卫的后代的时候呢 给他们立下这个约 他们也要守的 他们也要守约的 所以在十二节说 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 这个约定 后面更进一步的来描述 说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 就是你不可以离弃神 这是你可神之间立下的一个约 这是固定的 不能离弃他 第二呢 你不可以违背他所教训的法度 他的命令 他的话语 不要违背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来到教堂里面 我们做什么 就是聆听思想 学习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呢 我们要祷告主帮助 我们今天活出和遵循出来 神的话语 我们中文常说这样一句话 说顺服你就蒙服 顺服 你就蒙服 你要想让上帝祝福你吗 那你来顺服 那你就可以得到祝福 反过来 你如果不顺服 就没有祝福 就不会到神的喜悦了 所以这位万经之一 我和他真实的神 就是这样子 给大卫的应许 这个 约 后面呢 我们再看 在这个第13节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 谁 神拣选了西安 不是因为西安 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呢 也不是因为西安山 是全世界最高的山 没有 完全不是 就是什么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主权 不是因为人好 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 上帝的主权和拣选 神说我要 拣选谁就拣选谁 我要恩戴谁就恩戴谁 我们感谢上帝拣选了我们 我们只能感恩 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夸口的 当然有神居住 有神拣选 非常大的福气 十四节说 这是我 神说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是其中的粮食丰满 是其中的穷人宝座 我要是祭祀 披上旧恩 众名大声欢呼 我要叫大为的脚 在那里发声 我要 我为我的收高者 预备明灯 我要使他的抽地 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 要在头上发光 有神居住的地方呢 就有祝福 像圣经所说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充满 不会饿难 是穷人宝座 还句话说 不再有穷人了 穷人都能吃宝 所以有神同灾 就是最大的祝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都能得到这样的祝福 这样的恩典 来到主的家中 我们喜乐欢庆的 敬拜祂 求神帮助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安慰 鼓励 帮助 往前行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 此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能够在今天又给我们机会 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 联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有时候 我们也会有失败和软弱 甚至犯罪 求助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 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 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 一颗心能够坚定在主里面 不动摇 不疑惑 也不改变 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 有时候或许会做错事 但是我为你而做 主你也会喜悦 就像大伟大乡的坚定一样 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心 能够来建造神的教会 建立神的家 来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 与我们一位同在 我们向主祷告和祈求这一切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